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 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两个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 先到了坟墓 低头往里看 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 进坟墓里去 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果头金 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 是另在一处卷着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 看见就信了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天使对他说 妇人你为什么哭 她说 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问她说 妇人 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是看缘的 就对她说 先生 若是你把她移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她放在哪里 我便去娶她 耶稣说 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来 用希伯来话对她说 拉波尼 拉波尼 就是夫子的意思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有生上去 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生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摩达拉的玛利亚 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 告诉他们 那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门徒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那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为低徒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马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但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 我还没见过 你信了他 我还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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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